100%多排率 蕭美玉風光歸國 我覺得 其實 其實都很辛苦 然後 可是堅持自己的夢想 然後還 第一次都 看到上百名青棚好友熱烈街機的場面 讓剛才人穿亞運 飆下一機三桶的自由車貼後 蕭美玉頓時噴嘞 可能是最後一屆亞運 蕭美玉這次不管參加哪個項目 都順利多排 100%多排率 拿下一機三桶 昨天蕭美玉一出機場 馬上就受到親朋好友的助詠 終於解除比賽壓力了他 數不噴淚 這是等排喔 我一點 就是 沒有 就不會想要哭 哭的什麼感覺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教練媽媽 把槍戶抱住 我就覺得好感動 第一個接自己 是想要剪頭髮 會提大傷 衝下家機 蕭美玉最感謝的就是教練 教練很辛苦 就覺得 跟教練一路走來 也不知道教練的心 我喜歡把 就是 舊車折人 都趕在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 我就覺得 我不努力不行 我想要讓教練 就是 負擔這麼大 一直覺得說 一個女孩子拼到這樣子 我們覺得很夠的啦 也該 為他 為他的 往後的 家庭的計畫 為他 為他 為他想 甚至連台中市長 胡志強也來到現場迎接 蕭美玉更送上大禮 除了將金牌獎金 從15萬增至30萬元外 還當場答應 重新拯救 或是新建新的 室內自由車場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場館 他才能夠培養出到 這樣的能力的選手 總新聞辛苦了 歡迎回來 報導